妮可帮 今天大家看到标题呢 也知道我这期视频是 爱用品的评价篇 那当然每个人对评价产品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综合考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产品 我把它们分成贵价和评价类呢 中间处了一个线 就是200块以下 最后呢就是在我的爱用品视频里面 都是没有任何推广成分的 那如果你对这一期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请不要忘记多给我一些弹幕硬币 弹幕硬币 什么来着 首先第一个产品呢 我并不是要做推荐的卡其色彩眉笔 我自己用过一段时间觉得确实不错 但是后来就有一个小伙伴 他在那个弹幕的评论里面说 这个东西它制痘 在我身上还我身边的人 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然后在微博上一说 发现真的很多人用这个眉笔呢 它是会制痘 说说它里面有一个成分 就是会让你眉毛这个地方容易长眉痘 那因为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是说过它挺好用 所以我在这里呢提醒一下 容易长眉痘的或者是痘痘体质的同学呢 还是慎重就不要去买它了 了解我的同学应该就知道我是一个底妆控 那因为这些年积展的这么多粉底呢 我自己的那个摆放它们呢 是会分开放的 现在我的摆放就是有一格呢 里面放的是我经常会用的一些粉底 另外一格呢放的就是我不那么常用的粉底 在我比较经常用的粉底还有妆前乳的那个格子里面呢 说实话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偏贵家一点 但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两个呢 就是我这里面仅有的那三个评价产品 那首先第一个呢 妆前乳呢是这个 Nicks家的这个天使面纱的妆前乳 这个妆前乳呢 大家在我的视频里面肯定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虽然我是干皮 但是我有时候的皮肤状况不那么好 然后那个毛孔在视觉上写的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也会用它 我会先用一个保湿的妆前乳打了底之后呢 再在这个毛孔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淡淡的铺一层 我觉得它是比Benefit的反孔精英好用的 我用反孔精英的话 在我的皮肤上会比较容易搓泥 而且我觉得它很干 对于我这种混干皮来说 我觉得它虽然平滑毛孔的效果很好 但是会让我的底妆拔干 最重要的是它跟我所有的那些保湿类的妆前乳 以及后续的粉底都没有出现过打架搓泥的情况 所以这款产品呢我还是挺推荐给大家的 在我这个箱子里面另外的两款评价的产品呢 首先是这个欧莱雅的Invaluable的这个粉底液 其实这个粉底液呢是很久之前 真的是很久之前了 欧莱雅那边找我做的推广 然后给我寄了一套 但是那个视频是推广 但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不是推广 然后我是用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它表现力很不错 那如果因为我已经在那个视频里面 非常详细的讲过它的一些功效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不多说 我想另外的重点讲一下 这个从来没有在我的视频里面 出现过身影的这个ELF的粉底条 这个产品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但是它的表现率就远远超出了 这个价位同等水平的产品 那我来先对比一下 我还是蛮喜欢用粉底条的 我用过的粉底条里面 目前还没有让我有一款觉得好难用的 所以我觉得粉底条这个形态的粉底产品来说 还挺对我皮肤的胃口的 那我在视频里面比较常出现的 两个贵价的呢 大家肯定也知道了 首先是Tom Frop的这个 我已经讲了它无数次了 Tom Frop的这个粉底条 以及就是Hourglass的这个粉底条 那ELF的这个粉底条呢 跟它们两个比起来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向于Hourglass这一挂的 Hourglass的这个呢 它就是比较重一点 那个妆感 然后遮瑕力也会比较强一些 ELF的这个同样也是 那它们两个的对比起来呢 我觉得Hourglass的这个呢 它只是在一个持妆上面 会表现力更加强一点之外 我觉得ELF真的没有比它差 首先我最最喜欢它的一个点 就是它作为一个平价的粉底 很多平价的粉底都是容易那个暗沉的 但是它在我脸上 基本上不会出现暗沉的情况 我真的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值得夸赞 你很难想象一个这么便宜的粉底 它的妆效出来 刚出来的妆效真的跟Hourglass没有什么差别 一样都是非常无瑕的那种 因为它的遮瑕力比较高嘛 所以像我这种瑕疵本来就不是很多的 用一层半左右 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些 我想遮的瑕疵都遮掉了 那我今天呢 就是用的ELF的这个粉条来化的底妆 我没有用散粉 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直观的 看到它原本的一个妆效 好那我现在拉近距离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也依然觉得它不能跟Hourglass的比肩 毕竟在持久度上面 它时间长了的话 还是会对于干皮来说会有一点点拔干 在这个地方 还有法令纹会有一点点卡粉 但是在夏天我用它的话还好 就是那个卡粉的程度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没有我这么干 还是偏中性皮或混油皮的话 就更加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第二个要推荐的评价产品呢 是这个我已经推荐过不止一次了的 京都油加雅西油面纸 那看过我的那个日本购物分享的同学呢 就知道我这个西油面纸在去日本的时候呢 我又购入了新的一大包里面有10小包 那这个西油面纸呢 虽然我是那个混干皮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还是会出点油的嘛 我还是挺喜欢把这种西油面纸 带在我的补妆的包包里面 然后我要补妆之前 我就会用它先吸一下油 再进行后续补妆 我觉得这样子后续的那个粉呢 不会那么容易斑驳 特别是粉底在脸上很容易暗沉的同学 你用西油面纸把那个油分吸掉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底妆会重新的变得白净 它在很多的西油面纸里面 虽然是做的面积比较大的 所以你在吸油的过程中呢 你会觉得吸的速度很快 像我这种油分不是特别多的人呢 用它一张就可以把脸上各个地方都吸得很干净了 然后假手呢 它是男生嘛 对 它肯定是男生 难道它是女生吗 假手 它是男生 然后皮肤就是偏油一点 我有一次就是给它用了这个西油面纸 它一用就说 天哪 这个西油面纸太好用了吧 就是我觉得它的西油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它在西油面纸里面的价格呢 其实是不算便宜的 但我真的觉得它是我用过的 所有的西油面纸里面最好用的 大家不妨买一包来试试看 如果觉得怎么那么像广告 下一个呢 想给大家推荐两个腮红 这两个腮红呢 在我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已经出现过了 首先第一个呢 是倩币的这个 这个 菊花 什么菊花 橱菊腮红 这个小橱菊腮红 08号Mellow Pop的这一个 那其实倩币的这个品牌 大家一听上去 好像跟平价不怎么挂钩 但实际上 这个腮红呢 它很耐用 你别看它这么小 真的很耐用 然后 我买它的价格的话 在香港 我记得是180块 还是190块钱 港币 折合下来大概就是150左右 它的粉质是完全可以媲美 那种两三百块钱的腮红的 颜色的话呢 就是我上次说的那一种 很温柔的杏菊色 不那么挑皮 而且很容易画出高级感 我有推荐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用过 然后也有推荐给我一些 最新的小伙伴们用过 就是用过的人里面都没有不喜欢的 都觉得它特别的好看 另外一款腮红呢 也是上次说过的 橘朵梦幻渐变腮红02号色 但是上一次的视频 因为主要是教大家妆 叫我没有太多的去形容它 那在这里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这款渐变腮红呢 买回来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是只用上面的这半个 因为我用过下面的这半块 可能是因为跟我的肤色 还五官有关 我觉得下面的这个粉色呢 它在我脸上 有一种涂上去 瞬间变得有点吐气 然后呢 我的刷子就只占了上面的这半块 这个有点黄黄橘橘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黄黄橘橘的颜色呢 在我的脸上就特别好看 是那种很自然的颜色 不管它搭什么样的眼妆 浓的淡的都好 我觉得在我脸上就是 就是很自然 如果你现在在上腮红 老是觉得一上了腮红 自己就觉得 哇 怎么突然土了很多 或者说有一种风尘感的话 我很建议你去尝试一下这一种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属于土橘色系的 只是它比刚刚的这个 Mellow Pop的这种土橘色 要偏黄一些些 我觉得你是可以尝试一下 反正在我脸上 基本上也是百搭 眼影我也是有推荐的 那首先我要推荐一下的 也是这个橘朵的 这个单色眼影 我买了很多 在我用过的很多国货的眼影里面呢 它确实是 目前我用到我觉得最出色的 它就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颜色 有很多都非常的相近 像我就是特别喜欢 那种土橘色的眼影 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 那所以我这次在买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土橘色 土橘色 你也是土橘色 还是土橘色 另外两个一 还是土橘色 我在看那个图片 它官方拍的图片的时候呢 对比的每个 我觉得它们的差异性 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拥有它 一上眼就 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 就很像很像 同一个色系的 你只需要拥有一个到两个 那我这里面的推荐 我买的这么多个里面 最喜欢的两个推荐给大家 首先呢 是这个方形系列里面的06号 06号这个颜色 我是很喜欢用它 它是一个淡淡的这种土橘色 很适合用来作为打底 这个颜色呢 是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小伙伴 跟我推 强力推荐的 他说这个颜色啊 那个偏光超级漂亮 就是在你的眼睛上面 你都觉得自己快成仙了的那种 然后我就买了回来 那我今天其实在我眼睛上面呢 也是有用到它的 它是那种有一点点绿色 黄色粉色夹杂的那种偏光 特别显得特别的水灵 颜影呢 还有三个想推荐 就是卡勒泡泡的这三个颜影 单色颜影 这个单色颜影 在我之前的那一期 贵妇VS平民妆的第二季里面呢 大很多人都因为这三个眼影 就是被骗了 一开始就觉得 用它的话 就是那个贵价的 还很多人以为 它那个光是Tom Frock的光泽 而且近两个月 我用到它们的次数 确实非常的多 光泽也很漂亮 评价的睫毛膏 我来推荐一下 这一个火烈鸟的 粉红色的这一款 那我不知道它现在 包装有没有变 因为这个其实我买了挺久了的 大家在视频里面 也看我用过很多次 火烈鸟里面呢 我觉得好像是 这个红色管呢 是更加的出名 但是我自己是 更加喜欢这个粉色管的 因为红色管的这个 我觉得刷出来 对于我来说 有点太夸张了 没有那么的自然 如果我的睫毛是很容易 这样闭上的时候呢 是可以扫到 我下面的这个地方的 所以我是那种 眼线不那么容易晕装 但是睫毛 睫毛膏很容易晕装的人 在我用过的这么多 睫毛膏里面呢 只有三款是完全不会晕装的 一个就是欠臂的 一个呢就是亚世兰带的那个 我很久以前推荐过的 另外一个就是火烈鸟的这个 那所以说性价比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火烈鸟的这个 是最最高的 还想推荐大家一款防晒霜 哎 不是我手上举的这一款 我想推荐的那一款呢 其实是安耐晒 今年2018年新出的 那个白色的管子 叫做美白款 它的包装跟这个很像 但是那一款 现在不在我手上 我在今年大概 三四月份的时候 出过一篇夏季防晒霜的一个长的纹 一个合集 在那篇文章里面呢 我就是对比了它和那个安耐晒的 最后呢 我给它们的评分里面呢 也是安耐晒那个比较高一些的 它们的容量 然后包装 以及价格上面都非常的相近 那我是觉得安耐晒的那款呢 整体上在肤感上给我的感觉更好 所以我给安耐晒的评分是更高的 安耐晒呢 其实它在防晒技术这方面呢 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小精品就中所周知了 但是像我这种比较偏干的皮肤呢 用小精品呢 我觉得它防晒力很好 但是 时间长了 我还是觉得它会让我的粉底 有一些倒拔干的感觉 那它新出的那个美白款呢 它是乳霜质地的 就跟这个质地真的挺像的 我作为美妆博主的话 经常化妆嘛 然后我的化妆棉 就其实是经常会用坏的 那我一直在用Beauty Blender的 这一些品牌的话呢 其实价格还是有点高 如果你经常换的话 所以我也一直有在淘宝上面 寻找一些便宜的国产的 那个美妆蛋 那我目前在淘宝上面 买到的美妆蛋里面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呢 是这个一个 跟我是同行 是另外的一个博主 微博的一个美妆博主 自己做的一个品牌 叫做 G什么 Bambi 我忘了它的名字 我会把它倒在这里下面 那这个品牌 它的美妆蛋 首先颜值 我觉得做的不错 它会有一些什么抹茶系列 然后还有这些 好像这个叫红酒系列 然后它的包装 也是挺可爱的那种 我就觉得 它跟RT的美妆蛋差不多 就是出来的那个妆效 还有手感上面 然后耐用度上面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的价格 也会更加的便宜一些 而且因为它是国产的东西 所以不容易什么出现造假 你就去它的店里买 就肯定是他们原产的 但是RT的这种蛋 这种那么热门的 国外的美妆蛋呢 其实淘宝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假货 所以呢 我个人还挺推荐 这个这家店的美妆蛋的 我实话实说 我真的最最经常用的那些产品呢 都赚200块以上 我在考虑我要不要做一期贵价的产品 因为贵价的爱用品 因为我每次做 就是用一些比较贵价的产品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小伙伴就觉得 我推荐的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一期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想要征集大家的意见 就是大家会不会想看我 那个爱用品贵价版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